那什么是相关性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会计信息是干啥用的 是不是提供给信息需求者 方便他们做各种决策 所以说我们这个信息 必须要和信息需求者做的决策相关 你不能说提供一些 对他们来说无运的信息 比如说你提供给投资者 一个信息是2012年3月8号早上 这家公司的某个职工小宋迟到了 请同学们 这个信息和信息需求者做决策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这是对信息本身提出的 第一个要求和决策相关 第二个要求是可比性 我以示例帮助同学们讲解 假设我是一个投资者 我现在看中了A和B两家企业 我也获得了A和B两家企业的 经营情况的信息 也就是会计信息 那假设如果说这两个会计信息 不具有可比性不能比较 我就问你 这个信息有价值吗 我们作为投资者 就是想决定要投哪一个企业 结果你过的信息压根不能比较 那快捷信息也就没有意义 和谈质量 这是可比性 信息要具有比较的性质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投资者做决策 那接着 对信息本身还有什么要求吗 有的 叫做可理解性 你这个信息必须清晰明了 让我们的信息需求者可以看懂 你不要整成添书 只有会计学博士才可以读懂 这个是不行的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要求 可理解性 只要有一定的会计基本的知识储备 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信息内容 以上就是我们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八个要求 其实总结一下 这八个要求 从三个层次来划分 信息的源头 三个要求 加工过程 就是会计合同过程 两个要求 信息本身三个要求 这八个要求 其实就是八个应当 我们企业在会计课算是应当应当怎么样 而且是宏观型的规定 不是一道具体的交易或事项 这八个要求 它指引着我们具体交易或事项的账务处理原则 在后续我们也会逐一学习 可能某一个事项 它之所以这样进行处理 其实它体现的是某一个要求 这里呢 同学们跟着我先重点看一下重要性 刚才照性讲解的时候 我买了一个伏笔 我说不重要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想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到底怎么区分重要的事项和不重要的事项 如果说我们连这个都区分不了 我们自然谈不上不重要的事项该怎么处理 那怎么区分呢 如果会计信息的省略或者错报 会影响投资者等投报告使用者做出决策 那么这一个信息它就具有重要性 那具体怎么判断呢 这是一个宏观的规定 具体很简单 我们从金额和性质两方面综合考虑 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企业当期净利润100亿 结果有个事项 它涉及的金额只有5块钱 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个事项重要吗 肯定不重要呀 因为这个5块钱和这个100亿相比 微不足道 但是同一个事项 5块钱的这个事项 当场景是我们企业净利润只有3块钱的时候 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5块钱 一笔管理费用的事项 对于一个企业当期净利润只有3块钱 重不重要 重啊呀 因为这个事项可能会让我们企业净利润由盈 转亏 因此我们企业在进行判断照系的时候 需要从金额和性质两方面综合考虑 当中照系也是审计学科的内容 同学们也可以好好的听课来掌握照系 我们快据上考的不是很多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发现一个事情 它不重要 我们该怎么办 因为照系要求我们 我们知道的事情要把它召化成信息 那不这样的事情 同学们会有个误区 我认为 哦 不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不继续这样处理了 但是不对 不这样的事项 我们要么简化处理 要么不处理 它有两种处理方向 那具体哪些事项 我们是不管它了 哪些事项是简化 我们在后续学习过程中 我会给同学们具体讲解 当遇到一个不这样的事项 我会告诉你 该怎么怎么办 比如说 不照的插错更正 我们是简化处理 而不是直接忽略 这重要性 接着呢 那八个事项 还有那些需要注意的 来看一下 即时性 即时性有两个内容 同学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个制约 咱们这个即时性 对可靠性和相关性 有一定制约作用 即使咱们的事项 非常非常可靠 信息非常非常相关 但如果说你不及时提供给 信息需求者 请同学们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所以说即时性对这两个性 它是有制约作用的 这第一个提醒事项 第二个提醒事项是 来看一下 就是权衡 假设有一个事项发生了 但是呢 这一个事项相关的信息 我们还没有全部获得 同学们测试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进行账户处理 如果说你不进行账户处理 有可能违背 机制性 明明发生了 如果说你进行账户处理了 可能违背可靠性 因为这个事项发生 你信息没有全部获得 同学们 该怎么办 正确的处理是 我们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我们要在具体的场景下 去权衡利弊 到底是保及时性 还是保我们的可靠性 这里考试可能会有个坑 说 啊一个事项发生了 信息没有全部获得 我们应该提前确认 或者说 啊一个事项发生了 信息没有全部获得之前 我们不处理 非常绝对的表述 都是错误的 正确的处理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我们去权衡利弊 这是我们的权衡 都有可能在选择题当中出题 接着我们再重点看一下 可比性 我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信息要 可以比较 那比较是怎么个比较法呢 两个维度 第一个是内部可比 同一个企业 不同期间的会计信息 你要具有可比性 我对一个投资者 我要看看 咱们企业 去年和今年信息比较 看看今年的信息 有没有有上涨的趋势 我们今年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好 如果说今年和去年 没有可比性 投资者就无法获得这一部分信息 我们企业的走向 是增势还是颓势 接着 外部可比 外部可比也就是 不同企业在同一个期间 发生的事项 发生的事项 我们对应的信息 要具有可比性 这样的话方便投资者 进行决策 2022年 这是A公司的信息 这是B公司的信息 我一查 A公司的财务信息 更好 我投A公司 接着 思考下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 保证 内部可比和外部可比呢 这个时候 有讲究 我们 同一个企业 不同期间 如果说发生了 相同或相似的事项 我们 适用的这一个规定 会计政策 等会讲 这个规定 我们要一样 你不能说同一个事项 你去年是这样处理的 今年是那样处理的 处理方法不一样 这信息也不具有可比性 那我们怎么保证 外部可比呢 这时候就要要求 不同企业 在同一期间 发生的相同 或相似的事项 我们应该采用 相同或相似的规定 你不能说 同一个期间 不同企业 发生相同的事情 你这个处理方法不一样 这样的话 A企业和B企业的信息 也不具有可比性 好 以上呢 就是八个信息 这条要求当中 三个需要特别注意的 接着 我们思考下一个问题 我刚才讲过了 咱们这八个要求 是一个宏观的规定 后续呢 有很多具体的交易 或事项 它的处理 它体现了我们的八个要求 这里给大家举一些事例 同时呢 我在配套解义当中 帮助同学们收入了几乎 柱块考试 可能考到的所有事例 什么实质中一形式 有哪些具体交易或事项体现 在这里呢 我们第一章先不予讲解 为什么呢 因为具体交易或事项 它照顾处理 体现了哪一个信息质量要求 同学们如果说想要掌握 必须先要了解 每一个具体交易或事项的前因 后果来龙去脉 但是呢 咱们刚学第一章 对这些事项 我们都没有学 如果说你连事项本身都不了解 你肯定掌握不了 它体现了哪一个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那这一部内容 我在什么时候讲解呢 等后续 我学到具体的交易或事项时 我讲完了 我会问同学们 这一个事项的账用处理 体现了哪一个信息质量要求 我帮同学们归纳总结 前后连贯 我认为账学效率会更高 然后呢 在冲测版的时候 我再把各个信息质量要求 我们对应的实例 我们主一讲解 这一块是考试的重点 考试可能这样考 说下列哪些事项 体现了实质周围形式 或者说反向考察 给你一个事项 把账用处理告诉你 问该事项的账用处理 体现了哪一个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因此同学们 务必掌握要求 和具体应用之间的对应关系 千万不要搞错了 当然同学们课后 也可以把讲义当中 我帮你总结了那么多实例 通读一遍 为后续的课程做一个基础 都会详细详解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考点的核心考题 这是一道2020年的单选题 说下列关于信息质量表述 正确的哪些 A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后事项 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也就是会计核算 对不对 这不就是可靠性的要求吗 A正确 如果说在考试 你发现做一个选择题 第一个选项就正确 你直接选它就好了 像BCD就不用看了 做题讲究技巧 考场当中 我们是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题目做完 当然我们现在讲题 我帮你分析一下 BCD为什么错误 B 企业对不同期间发生的相同交易后事项 可以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 也就是规定 可不可以 同学们可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说同一企业 不同期间相同的事情 你采用的规定不一样 这个信息不具有可比性 B错误 C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也就是期末 对尚未获得全部信息的交易后事项 我们不应当建议这样处理 对不对 不对 我刚刚讲过 我们的期末要权衡 及时性和可靠性 不能一刀切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有可能我们就不处理了 有可能在获得全部信息之前就处理 C错误 那单D 企业对不这样的会计差错 不需进行差错更正 我们企业发现 之前有个账做错了 但这个账不重要 这个错误不重要 要不要处理 这是一个不照的事项 我们该怎么办 不照的事项 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不管它了 另外一种是简化处理 而这里其实属于24张一个内容 我们后续会详细展开 不照的事项 我们应该简化处理 不进行追速调整 但是能在当期直接更正即可 走上我们这要题选项 A正确 B违反了 可比性 C违反了 机制性 D违反了 重要性 第一题 这也是一种常规考法 就考我们八个要求的一些文字性表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考课方式 不考概述 就直接给你一个事项 然后账户处理也告诉你了 问同学们 它体现了哪一个会计信息这条求 而这个题什么意思呢 我直接举一个实物中的案例 这个题讲的是我们 财务报表格式发生变更 而我们说当中 上一次财务报表格式变更是2019年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2019年更新的最新的资产负债表 那新的资产负债表和旧的有什么区别呢 我就不足以解读了 我们来看一个 所有者权益 这里新增了一个项目 就是专项储备 同学们 什么叫新增 就是2019年 我们财务报表当中 有这一个项目 2018年的财务报表当中 没有这个项目 就意味着我们2018年 会计信息 资产负债表当中 是没有这一个项目的 可是 我们现在 采用新的资产负债表 同学们思考一下 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看一看 在年底 这一个专项储备 金额多少钱 把它填上来 在期末的时候 期末金额 2019年 年底的金额 这个专项储备呢 属于固定资产的相关考点 我们后续会展开 可视同学 过思考一下 2018年 我们资产负债表当中 有没有这个项目 2018年 年底 12月31号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项目 但是呢 我们2019年 资产负债表 我们除了提供期末金额以外 还需要把期出金额填出来 这样的话信息可比 这个期出 其实就是2018年年末 可是呢 2018年年末 我们资产负债表 没有这个项目 我们抄不过来 正常是直接把去年 资产负债表的金额 抄过来 在可比期间 列包即可 那现在没有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重新计算一下 2018年度 专项储备金额 然后填过来 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明明2018年 这个金额没有 我们不填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费劲 重新计算出来 为什么 可比性呀 让信息 可以比较 因此呢 我们这要提选什么 选择A正确 可比性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把可比期间 以前的信息 我们进行调整 这样的话是有利于 我们信息需求者 对不同期间的信息 进行比较 有利于他们进行决策 这是第二种考试方式 总结一下 第一种是直接考概述 第二种是给你一个事项 让你判断反映哪一个要求 第三种考法 正好和第二种考法反过来 来看一下 下列事项当中 哪些事项反映了实质重于形式 这个要求 我们来分析一下 A 确认预计负债 确认预计负债 预计的负债 其实这是我们 谨慎性体现 不低估负债 这是我们或有事项 相关考点 我们后续会详细讲解 这是A 不对 因为体现的是 谨慎性 B 对应收账款 既提坏账准备 大部分就是我们 有一个亿的应收账款 9千万收不回来了 把这9千万确认坏账 同学们 反映了哪一个要求 它还是 谨慎性 不需增我们的资产 C 提供财务报备的时候 我们不光提供今年的 它把去年的给你列过来 让你可以相互比较 同学们 反映了哪一个要求 可比性 但是呢 它反映实质重于形式吗 它不反映 所以说 C选项 也不选 来看张D 关联方的 关系识别 这属于 投报告 那一张内容 这个时候 在关联方 关系识别时 我们不能只看形式 要看本质 体现什么 体现了 实质重于形式 所以说 这一题选择D 这个题 或者说 这类题同学们 你们的前期做不对 千万不要焦躁 和你们的学习能力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一题 考试提醒简单 但是呢 它涉及后续的 最后事项 我们刚学第一章 这些事项都没有学 后面都会详细展开讲解 而且讲解过程中 我会前后连贯 帮同学们点出来 我们提现了哪一个要求 在这里呢 我仅仅是帮同学们 展示一下我们考核的方式 这第三种 考核要求和事例之间的识别 第二种的话 是正向识别 跟你识项 你识别要求 这种是反向识别 给你要求 让你识别识项 接着 这一个考点 还有一个终极考法 润物细无声 横同学都不知道这个题 考的是会计信息 这条要求 比如说我们2017年一条题目 大概讲的就是我们 阿企业是啤酒生产企业 为了答谢经销商 这时候呢 我们购买了一批冰箱 给经销商使用 这个冰箱表面上 大家看一下 属于我们企业的资产 因为所有权归假公司 但是呢 这个冰箱在使用寿命内 都给代理商使用 我们不得收回 也不得做他用 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当期花的这笔钱 冰箱款项 我们该怎么进行账务处理 题目就问了 哪一个账务处理是正确的 如果说我们看形式 哇 这个冰箱的所有权属于我们企业 我们应该确定为资产 固定资产核算 但是我说过了 我们在进行账务处理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看形式 要看本质 表面上冰箱属于我们的 那其实都已经给代理商了 实质上不属于我们的 实质上我们冰箱的款项就是 代理费的一种 大家思考一下 代理费这也给钱 我们这里没有给钱 相反我们给了冰箱 给它用 其实也属于代理费的一种 属于销售费用 因此这要提 C和D肯定不对 它说我们要确定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百分之百不对 我们应该透过形象看本质 这一笔冰箱款的本质 其实是销售费用 是代理费的组成 但是呢 A和B 都是作为销售费用 经常处理 A的话 是直接把代理费 交到我们当年的利润表当中 而B的话 要追溯调整 调整三年 把它平衡到过去三年当中 原因在于 我们这里是为了 答谢代理商 过去三年的代理负 同学们犯难了 舒老师 选哪一个呢 是不是要选我们的B呀 因为题目都给了这个三年 这里又是一个坑 而且这个坑很难 这个坑就和我们的信息 正要求没有关系了 原因在于我们企业 一般情况下不会对过去的账目进行追溯调整 因为很麻烦 这些特殊事项 比如说我们后续学习的差错更正 以及政策变更 我们需要追溯调整 一般情况下我们企业账目处理都不需要追溯调整 而这里这个事项它不属于那些特殊事项 因此我们不需要追溯调整 综上照题选择A 这种题型非常非常难 很多考生考完社都不知道考的什么东西 但是无论是在客观题还是主观题都有可能考察我们信息质量要求的一个运用 但是考的比较多的还是实质重于形式 以前也在主观题考过 除此之外 这道题还考察了一个是否追溯调整 第二个坑后续我也会详细展开讲解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考点的四个考题 也是考点的四个考课方向 考生同学们可以去课后 好好去做一下我给同学们整理的西题 再做一遍 温故而知心 接着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考点 会计信息这要求 它一共有八个要求 其实呢就是八个应当 作为主观考试 我们分为三个层次来掌握 第一个 我们要掌握这八个要求的一些概述 定义 以及一些特殊的概述 像集成性 重要性 和可比性 这个是每一个要求都务必掌握 可能考选择题 其次呢 这八个事项在具体交易或事项时都有所运用 也意味着它们有具体的实例 那这个实例 八个要求都要掌握吗 我在讲义当中 尽可能的帮同学们收入了各种实例 但是呢 从考试角度 有 翻个要求的实例 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考试的重点 分别是重要性 实质中心形形式 以及我们的谨慎性 而其他要求并不是说他们的实例不重要 只不过呢 从柱块考试角度来看 考的概率偏低 当然后续课程我也会点出来 这是第二个层次掌握 我相信很多考生 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都可以掌握 但是呢 第三个层次 是最难的 就是我们的应用 任务细无声的考你 像刚才第四个选择题 而任务细无声的考你 一般呢 就考实质 而最后一个层次 应用层面 任务细无声的考察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有这一个问题的存在 所以说题目肯定 对不对 而应用的考察 就像我刚才讲的第四题一样 而从考试角度 一般考察的是我们的实质重于形式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无论是主观题还是客观题 都有可能考察 甚至说考试的时候 它出一个全新的教育会实项 我们老师课长都没有讲过 让你进行账户处理 像刚才那个啤酒 你该怎么办 不要怨天忧人 在考场当中冷静分析 想想 这个实项 我们要体现哪一个要求 然后呢 顺藤摸瓜来解决 以上呢 就是我们考点三的所有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考点四 会计核算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说过 在讲解这一部分内容时 我不光讲解教材收入的快交速 而是把内容拓展成会计核算的过程 原因在于 这样可以帮同学们 完善相应的一个体系 那如果说我们想学会 什么是会计核算的确认计量和报告 先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会计信息到底是怎样的形式呢 这样的行不行 啊我们其实的经济情况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公司股票会涨哟 你们觉得这些信息有用吗 和信息需求者的决策相关吗 可以帮助他们做决策吗 肯定不行 因为这些信息过于笼统 它不具体 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样提供快捷信息 以指标的形式 六个指标 我们综合的全面的反映我们企业的经营情况 前三个指标是反映我们企业的经营实力 有没有钱 后三个指标 反映我们企业的经营业绩 能不能赚钱 也就是教材当中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这六个指标分别是资产负债 收入费用和利润 这六个指标可以综合的全面的反映我们企业的经营情况 那这六个指标 我们怎么核算呢 是以什么为单位呢 比如说我们企业有机器厂房 我们可不可以说 我们企业有八个机器 六个栋厂房 这个单位行不行 不行 那应该以什么单位 作为核算的基础 想想我们的会计基本假设的第四个 货币计量 我们的快机器器应该以货币的形式展现 因此我们应该把这六个指标以货币的形式来呈现 我们企业这个设备一个亿 这个厂房八个亿 我们企业负债两个亿 我们企业当期收入三个亿 以货币的形式来展现 但是选择货币计量时 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下 可能有很多的货币 我们该选哪一个货币呢 这个新问题就是快机要素的计量模式选择 我们都知道计量用货币 但是货币有很多种模式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企业买一个设备 现在买是一千万 那如果说我们一年之后付款是一千两百万 结果呢 我们企业选择后者的付款方式 也就是我们花了一千两百万 买了这个设备 按照我们刚才的讲解 快机要素这个资产这个设备 我们应该以货币的形式计量 那货币合同上写的一千两百万 那我们应该计量一千两百万吗 肯定不是的呀 因为这个设备 它在今天买 它只值一千万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用 合同当中的一千两百万 作为计量基础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用这个一千两百万的限值 未来一千两百万 在今天的价值 这一个货币金额 作为计量来核算 那我们介绍属性 一共有五种 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可变现净值 限值和供应价值 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是使用历史成本 也就是花多少钱 我们就借多少钱 它适用于大部分场景 但是呢 有很多特殊的场景 一些情景 我们不能使用历史成本 因为虽然说他们也是货币 但是呢 它不能反映我们 这一个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 那剩余的这四个计量属性 它的应用 我在第一章也不详细展开讲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应用 又涉及到后续章节的 具体交易或事项 当我们学习具体交易或事项时 我们自然而然会遇到货币计量模式的选择 到时候我再逐一来讲解 为什么使用这一个货币 为什么使用那一个货币 都是有原理的 但是呢 同学们在这里需要先掌握 我们虽然说是以货币计量 但是呢 货币有很多种模式 我们有五种模式 共同学们在不同场景下 我们根据会计信息 以及一些基本准则 我们来进行选择 下一个问题 也和我们的会计要素有关 同学们总是认为 我们的收入减去费用等于利润 而的确呢 我们一些基础会计 包括官方教材当中 都有这个等式 利润等于收入减费用 但是这是一个传统的等式 而在最近几年 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利得和损失 它也属于我们的利润 也就意味着 我们从考试角度 我们这个利润是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收入减费用 一部分是利得减损失 那什么是利得损失呢 同学们 我们首先把企业的经营活动 分为两类 一类叫做日常活动 另外一类叫做非日常活动 二这怎么区分 非常简单 我们企业是个啤酒厂 我们卖啤酒 同学们日常活动 而我们企业 啤酒厂买股票 炒股 肯定是非日常活动 那日常活动 产生的利润 上面 非日常活动 产生的利润 下面 这就是收入费用 和利润损失的 第一个区别 他们产生的活动 不一样 日常活动产生的收入减费用的这部分利润 而非日常活动产生的是利得减损失的这一部分利润 只不过呢 都是我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利润 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在于我们收入减费用是一个总额 如果说我们发生一个日常活动 它产生一个利润 我们需要把这个利润分拆成两个指标 一个是收入 一个是费用 收入是这一个交易活事项 给我们企业带来的经济利润的流入 属于利润 而费用是我们为了取得这一个经济利润的流入 我们发生的各类支出 这就是费用 收入且费用 我们把两个总额相解 得到一个净额 它属于我们企业当期的利润 而我们的利润和损失 它产生于非日常活动 那非日常活动产生的利润 如果说这个利润是正的 我们直接作为利得进入利润 那如果说这个利润是负的 我们作为损失进入到利润 举个简单例子 而我们企业直接出售了我们的机器设备 卖设备 它属于非日常活动 结果到卖设备 我们赚了一千万 这个一千万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利润当中 就没有必要说 把这个一千万分解成 卖设备的款项 收入以及卖设备成本费用 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同一个道理 卖设备亏钱了 我们把亏的钱 直接作为损失 就到利润当中 所以说利得和损失 它是一个禁物 这是收入费用和利得损失的两个区别 重点掌握第一个区别 收入费用产生于日常活动 利得损失产生于非日常活动 同时过去看一下 我们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 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一定进入到利润当中吗 一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日常活动 赚的钱 挥的钱 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有可能也不进入到我们的利润当中 进入哪里呢 进入到我们的其他综合收益 这种情况适用于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我们后续学习投资金房地产时 我们非投转投 投市供应价值模式 我们转换日 房地产供应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这个房产增值额属于利得 但是呢 不允许我们企业把它进入到我们的利润当中 为什么呢 具体的原因 我会在后续学习到不记录到当期损益 也就是利润当中的利得和损失 时我在详细讲解 每一个不记录到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而记录到所有的权益的原因 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一刀切 这里先买一个伏笔 并不是所有的利得和损失 非日常活动产生的 资产增值 我们把它记录到利润当中 这是我们快计要素的第二个考点 刚才讲解的接览模式和这里的利润的组成部分 都是我们驻快教材当中收入的内容 都是考试重点 重点关注 接着下个问题 那为什么 我们企业要把利润分成两个部分 要分成日常活动的 要分成非日常活动的 为什么 和哪一个信息正常要求挂钩 哪一个相关性 是为了使得我们这些快计信息 有利于信息需求者做决策 因为你作为一个投资者 你想投一家公司 结果这家公司告诉你 我的利润 有1000万 很高吧 结果你投了 过两年亏钱了 原因在什么呢 哦这个1000万 有1万块钱 是日常活动 有999万 是非日常活动 且炒股的 所以说这个利润不能代表企业真正的赚钱能力 如果说我们不把它区分 是不满足相关性的要求 不能帮助信息需求者做决策 因此呢 我们把利润分成两部分 体现了什么 体现了我们的相关性 看看 这就是信息这要求 在我们具体的事项的一些体现 这些事例 考试如果考你 下列哪些与相关性 相关的事项 A收入费用与利润损失的分类 选不选 选它 接着我们回归正题 会计核算确认计量和报告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刚才的讲解 我们会计信息是以六个要素的形式来展现 而这六个要素需要以货币的形式来计量 但是呢 这六个要素其实属于六大类要素 每一大要素都可以进行进一步划分 就相当于每个要素都有N个小的指标 六个大指标 N个小指标 我们需要把小指标 也以货币的形式来计量 产生我们的会计信息 同学们思考一下 那假设我随便揪一个小指标 银行存款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小指标以货币的形式计量 好的 比如说我们企业到期末了 银行存款有1000万 那我们仅仅只提供期末银行存款的金额吗 不是的 想一想我们会计基本假设的第三个 会计分期 我们把一个期间分为一个个连续的相等的快期期间 我们定期反映相关信息 既然是期间 就会有期出和期末 还有这个过程叫当期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小指标 我们需要提供什么 我们需要提供期出金额 当期增减变化金额 以及期末金额 都是以货币的形式计量 那计在哪里呢 同学们 我们计在一个小账本当中 每一个会计科目 对应都有一个小账本 来记录这一个会计科目 这个小指标 期出金额 当期增进办法金额 以及期末金额 这个账本叫什么 叫做会计账户 好的 既然我们知道会计信息的最终形式 以小指标的形式展现 货币计量 有期出 有当期 有期末金额 而且是在账本当中予以记录 那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如何把交易或事项 变成我们想要的信息 就会异常的简单 你会了解什么是 确认计量和报告 每发生一个事情 我们继续分析 这一个事情影响哪些小指标 然后呢 把事项对小指标的影响 以货币的形式记录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确认和计量 举一个具体示例 我们企业当期 对吧 向B银行借了多少钱 五百万 六个月偿还 这个时候钱借到了 存到银行 同学们测考一下 影响什么 影响我们企业的银行存款 与此同时 在我们借钱的同时 我们产生了一个义务 这是一个负债 由于呢 是借款期间在一年之内 所以说影响我们一个指标 就叫短期借款 我们通过这个事项 识别出它影响的指标了 这两个指标 然后呢 把这个事项 就这两个指标的影响 记录下来 对应用通货的影响是增加五百万 对短期借款这个负债 这个指标的影响是减少五百万 把它记下来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追踪企业发生的每一个交易或事项 按照我刚才说的 识别指标 把对指标的影响在账本当中记录下来 这就是确认和计量 同学们会说 老师 少一个少一个 啥是报告呀 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每一个指标都有个账本 指标有几百个 账本多不多 哇超级高几米 那你可不可以把账本提供给信息 需求着老板 小门 帮帮帮 老板说进来 我说老板 我已经完成今天工作了 我把所有的信息都整理完了 你看一下 只有三米的账簿 都是我整理的 我真辛苦 快给我发年终奖 如果说你真这样提供信息 基本被开除了 老板肯定不会就看 你这几米高的账本呀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把 在账户当中的信息 我们总结一下 几百个账户 我们把它总结成四个表格 以表格形式 我们归纳总结 非常非常精力 把这些信息 提供给信息需求者 而这些表格 就是报告 把在账户当中的信息 整理成表格的过程 就是我们会计核算的最后一步 报告 这里团了一下 同学们思考一下 表格非常的精力 这优势 但实际上这些内容 是总结的内容 只看表格内容 是不是信息需求者 可能看不懂呀 因为越干的东西 它可能承载的内容越少 我们很难理解 这时候呢 我们除了提供表格以外 还提供一些文字的说明 叫做付注 附在表格后面 这些文字说明 辅助信息需求者 来理解表格当中的内容 那我们提供这些文字 说明 提醒了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 哪一个 现场考你们 我也是临时想的 哪一个 可理解性 好 评一评 这才是会计 你千万不要孤立的学习 第一章的任何考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和我们后续 很多交易或事项 息相关 在后续可能中 我也会不断的 前后联系 来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的会计核算的过程 确认计量和报告 想到的是 用三个字来总结 第一个字叫实 交易或事项发生了 我们的企业需要去识别 这个事项到底影响 哪些会计上的小指标 也就是会计科目 识别之后 第二步 既把这个事项 对各个指标的影响 我们在账户当中 予以记录下来 第三步 会 把所有账户信息 会统成 表格 这就是我们的会计核算 我们后续 所有章节内容 基本都围绕着我们 会计核算过程 进行讲解 发生一个事项 我给你分析 影响 哪些我们的会计科目 然后进行分路的编制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会计核算 我们主会考试 到底考哪些内容呢 其实 考的非常非常少 因为这个太基础了 在初级考试当中 经常考到 比如这套题 2014年推演题 这个题型 就是初级考试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题目 每年闭考 他说一个事项 能引起 这两个要素 同时增减变化的 有哪些 题目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四个事项的会计分路编写出来 然后根据分路当中的会计科目 你可以识别出其背后的要素 然后看看这个会计分路有没有影响这两个会计要素 如果影响了 选不影响不选 这套题选择我们的B和C 因为A事项 它只影响所有者权要素 D事项 只影响资产要素 而B和D满足要求 在这里 这套题就相当于是给同学留个作业 我也不讲了 为什么呢 如果这题你自己无法独立完成 你做完之后发现 哇 不会做 分路不会写 代表你的基础真的很薄弱 这些同学们 我们先去听预习班 预习班的题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听我基础班后学的内容 预速则不达 这第一个题 今天作业 第二个题 也是一个非常早的题目 说下列要素中 它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哪些 公允价值是我们货币计量的一种属性 五个属性 哪些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呢 第一个 持有已被出售的商品 我们下一章就学习 它应该是成本和可变形进值 属低计量 不属于公允价值 选项B 以出售为目标 又有模式的债券 我们应该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选它 C 我们企业自用的固定资产 我们是历史成本 不选 D 实施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计划 形成的应付职工薪酬 是我们股份支付上级内容 我们应该以公允价值计量 第二题我们选择B和D 重题型综合性比较强 我说过了 如果说你前期做不对 千万不要灰心丧气 我们在后续章节会逐一学习我们各种要素 计量属性的选择 包括连事项 都是我们后续主张 主点 讲解内容 总结一下 我们会计核算 当中的要素 本身不是注快考试重点 过去十年就考过两个梯 因为太过于基础 初级考试才考 其次 把要素放开 我们整个会计核算这个流程 同学们务必掌握 它是我们后续章节学习的一个基石 如果这些内容你不懂 人家借核带 接待计量法 会计分路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后续肯定学不会 这是我们考解4 来我们继续